英國首相強雙19號剛宣布 2021年將派伊麗莎白女王后航空母艦巡邑亞洲印太地區 日本產經新聞報導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日前英國知名智庫政策交流向英國招手 歡迎英國加入自由且開放的印度太平洋 美國電動車廠特斯拉創辦人間執行長馬斯克 日前在普通大會上宣布他有意進軍家用空調產業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馬斯克此話一出令日本空調大廠大金工業深感警戒 正密切關注馬斯克的下一步 有高層甚至有巨大威脅來形容馬斯克的這項決定 南韓疫情再度爆發更嚴少演藝圈 23日已爆出曹承佑 胡信惠 余力等多個劇組勤工 24日再有包含池昌絮金智元主演的《愛在大都會》 由黃整文與林潤兒主演的Hush 還有丁海銀Blackpink Jisoo的《雪降花》 以及正在熱播的《上流戰爭》等劇八部 都因臨演確診擴散 宣布全面中斷拍攝 歐美傳統的感恩節連續假期登場 美國總統川普將依照慣例特赦獻給他的火機 白宮下週的嘉捷派對也奏場舉行 第一夫人梅蘭尼亞23日下午迎接白宮聖誕樹的到來 新唐人野地點是整理報導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